我最喇喇的爱你 哎呀 傻丫头 刚刚你们两个上台的时候 我一感觉晶晶嫁给你 晶晶占一大便宜 但是现在我发现了 爱琴啊 你娶这么一老婆 你占老大便宜了 我告诉你 我说实话 我真捡到一个宝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他家的妈妈是不同意的 哦 妈妈不同意 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老妈反对 嗯 怎么处理的 她回家抠着 把户户本拿出来 哎呀 让我俩整理机 我的妈呀 我要是妈也不能同意 这怎么还不同意 你们俩这先战后爆啊 这个 完了 你可别提了 怎么样 我承个拿起来回之后 也是有点提心吊打 但是我认为天津 那离东北多远呢 他得费多大劲能知道啊 我就这么想的 哎呀 直里真是抱不着火 后来呢 正感受我们在天津演出呢 有演员 有演员回家了 回家回老家东北了 回东北 正感受我妈去看演出 就碰到这个演员了 然后说你在哪儿回来啊 她说啊 我在天津回来阿姨 那大清津在那儿演出呢 她咋样呢 啊 你俩口子挺好的 这我怎么说呢 我妈说什么 什么俩口子 说小俩口可好了天天的 感情可好了 我妈妈咱们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还不知道呢 我这边还在那儿讨见的 我说妈妈 什么事啊 就每次我们俩都闹 我跟我妈其实像朋友一样 我妈更逗 在电话里 喂 听说你结婚了 不起啊 一句话就这么说的 就这一句话 我整个人都懵了 她就在那边一个劲地骂 骂了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都给我妈懵了 撂下电话之后 我整个人呢 害怕 后来她告诉我 回家 回家吧 跟老妈说 当面去赔礼道歉 刚开始我是 好好跟她说的 我说妈的你看 生命也煮成熟饭了 你气我也当了 你就同意了呗 我妈直接就说 这小孩无论是身高啊 长相啊 人品 从小就看到大的 我都相同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她这病 我妈说话就很直接 对 万一有一天 她又真瘫痪了 你说你要不伺候她一辈子吧 你这一生良心都过意不去 你要伺候她一辈子 你这么点小罪数 你得多可怜 你得遭多大的罪 受多少苦 可我 什么都不听 我说这些年就别管了 好几块我自己认了 但是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想和她在一起 我妈就是不同意 我是歇斯底里的说的 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妈 你知道爱上一个人的滋味吗 我妈就崩溃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只知道什么是生活 我只知道爱情不能当饭吃 将来有一天 你便哭都找不着调 就这么说的 我一看我妈哭得那么伤心 我也想了个小计策嘛 我说这样吧 妈你别哭了 你又哭坏身体 我得是国大的罪过呀 妈只有一个 我说要不俩就离婚得了 我说我俩打婚离了 但是有一点您得答应我 要真离婚之后 我再嫁给什么样的人 无论她的年纪大小 或者我再过什么样的日子 您就不要再干涉我了 我妈一听我这么说 毕竟天下最伟大的情就是母爱 它是不可能让孩子 一赌气做出别的事情 我妈就只能说 这样的妥协了 谢谢